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雲端一點其實用的還蠻多的 不過會有 有一個情形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到就是 你跟別人共用的時候 不管是 所謂的公開的 還是所謂不公開或是私人的 你有時候會不會忘記我已經共用過了 會嘛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到底該把那個共用的就把它切斷 尤其是比較重要或比較私密的東西 我就指定你什麼時間 之內存取完剩下我就不要了 對不對 就不要跟你分享了 那 你可以用兩種方法 兩種方法一個是 雲端硬碟內建就有了 那另外一個是 雲端硬碟也有所謂的所謂的那個叫什麼 叫做 應用程式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應用程式 擴充工具是不是都是 依附在那個 Chrome上面的對不對 可是雲端的也有 雲端的 那我這邊給您看一下 比如說我進到這邊 你看我這是雲端硬碟上的 那 假設我今天不管是 所謂的 單一檔案還是資料桿 我按右鍵 平常不是都這樣共用嗎 對不對 我共用一下 好 取得連結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共用的設定 預設的話呢是 這裡 因為我是用學校的那個 Google代管信項所以選項會比較多 平常各位的話應該是只有三個 就是 第一個 第二個 跟第三個 有沒有 中間這裡是沒有的 中間沒有的 那第一種公開在網路上 但包括搜尋引擎就可以找到 所以平常我們比較少用這種方式公開 好那 一般比較常用大概就是用第二種方法 只有知道連結的 因為這個時候搜尋引擎不會進來 好搜尋引擎不會進來 那第三種呢 就是說我不跟 不公開的 可是我跟某些特定的人 就是他一定要用那個帳號進來的 那不管你是這三種的哪一種 公開 就是共用之後 有些時候就是像我剛剛講就要把它切斷嘛對不對 我不想要共用的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 平常有空就來 找一下 你還是會忘記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看看 你看 我們在這裡 這個是我寫的文章 有兩種方法 一個 剛剛講的用他內建的 你進到這個所謂進階裡面來 進階裡面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有個叫設定有效存取時間 你就可以自己指定說我到什麼時間共用完 就怎麼樣 再見 不要再來了 他就停掉了 這是最簡單的 所以你看一下這邊 你只要進到這邊 不是 我看一下 在這裡 進一步了解 學校的好像沒有開 要進我的那個雲白膩的才有 好這個是我們一般的公共帳號有沒有看到有個叫進階 對不對在這裡點開 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 知道連結的 變更 怎麼不見了 進階的那個 糟糕那個連結的不見了 看一下 應該會出現這一個 還是我要再把它新增進來 這個沒關係你可以先看一下 那 如果萬一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叫做 雲端的什麼 應用程式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個我就可以從這裡進來 來 先把它完成一下 你看我們在這邊按右鍵 有沒有叫開啟 選擇開啟工具 因為雲端連結現在也是很多 你有沒有一個連結更多應用程式 那麼 你可以去找到這個 我現在是已經有裝進來 有沒有 Time machine 時間機器 時間機器 那他的功能會比我們 雲端連結 內建的再多一點 你進來之後呢 他會類似像這樣畫面 他可以 幫我們做這幾件事情 你可以選擇 時間到了 我就不共用 或者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連結中止 還是說 時間到了才公開在網路上 有些時候我們是這樣子 就是 時間到了 比如說報名結束 我才把這個 資料公開出來 也可以 甚至怎麼樣 時間到了製作 銷毀 有沒有 就不要留在上面 最近LINE也有推出類似的功能 不是嗎 就是訊息可以加密 可以加密的部分 所以 他的功能會比較多 那你看我在這邊按右鍵 我就 從這邊 假設你沒有的話 你就從這邊選一下 那你一樣可以透過關鍵字去找 你不覺得這個畫面看起來很像嗎 很像我們剛剛在做那個 有沒有上面那個Google Chrome的商店那個一樣 所以你在這邊找到Time Machine 搜尋一下 Time Machine 有 可是因為我已經裝過了 所以就不在這個類別裡面 就不在這裡面 那 你授權他可以用之後呢 我就可以 從這個地方 點一下 然後他就出現這樣 大家看一下 好 他就把你的那個資料夾把它叫進來 有沒有 我是 單一檔案 然後呢 在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個地方 聽不到 請你用面上 叫他翻譯者 可以嗎 這樣應該都看得到了吧 可以啦 因為 Chrome他本身就是有 就是有這個翻譯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稍微翻譯一下 而且呢 他也可以直接指定什麼 一次性的或重複性的 或重複性的工作 比如說 像我們剛講 一次性的 就是像這樣 你時間到了就做什麼事情 一次完就沒有了 那如果你是重複性的 就可以像這樣子 我一段時間 比如說這支架甲開放給大家用 好那一段時間我就清掉 一段時間就清掉 這樣就不會佔用你的 雲端硬碟的空間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殊一點點的 給各位 參考一下 那你就可以按下加進去 那他就 在你的那個清單裡面去了 OK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殊一點點的雲端硬碟 其實你也可以讓他怎麼樣 自動 銷毀 OK